他今天喝了酒之后 有个扁 闹成很凶 然后我跟他说不要闹 他直接把我推到 直接把我推到 现在我这后面 这胳膊有点痛 那你没事吧 那你现在没事吧 有没有严重呢 就是没什么酒鬼队 就是一个酒鬼家们 打一下那三个字 家们打一下那三个字 不要打其他呢 阿富莫 你看 现在才订会 才多长时间了 现在才订会多久呢 他就这样子对你了 难道你就这样子 真的不会自己着想了吗 阿富莫 我知道阿哥 我本来跟他劝一下他 我本来跟他劝 不能这样子 你今天不是说要结婚吗 不要闹了 我跟他说不要闹了 不要在这里闹了 而且他跟我说的是 不是 你不关我的事情 他说不管你的事情怎么怎么样 说这个事情不关你的事情怎么怎么 然后我说你能不能跟别人不要闹了 他跟我们一个邻居 喝了喝了酒之后就 就像是个酒疯 真的是不像是个人一样 然后他是怎么说 他跟我说的是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人 然后你就对 把那个人说话 怎么怎么样 就这样跟我说 就这样跟我说 当时的时候 这样吧 我心真的很 很难受很难受 阿富莫 他现在这样 都已经对你这样了 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呢 后面会有各多的事情发生啊 你这样的话 难道你就 难道你就真的忍惜就这样子了 我不想这样子 这样了 阿富莫 现在还有机会 现在还有机会 你也知道阿美到结婚那天才跑的 你你的机会 你的时间 你的时间比阿美多 跟我走吧阿美多 是阿美哥 你觉得 就像我家里面人说的一样 他们说的一样 像我们这边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这边的人 就像我这种奇况的话 你知道是什么奇况吗 不是 你不要管这些奇况了 你现在走 还有机会 到时候结了灰了就 更麻烦了 现在的话 只是低个灰 还有机会走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想不想偷你母帚吗 想不想 远离他吗 这样了 你们知道我们这边的话 是什么奇况吗 就像我这种奇况的话 没有 没有一个就像我家里面人说一样 没有一个人会对我珍惜 珍惜之意 他会愿意 愿意对我好 因为像我们这种 我们这边的话 你们知道吗 如果像我这种奇况的话 他们绝对不可能 除非就像 现在这个 就像独野了 这个人 都没有对我那么好呀 就像今天我们两个地牢 他就 对 对 已经对我这样子了 哪个人会 哪个人会这样子 对我好吗 是不是 家们 你们觉得呢 哪个人会 珍惜对我 是不是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 怎么怎么样 但是 有些时候 我想的是 我想的是 我自己的自身 已经明明这样了 没有 没有资格是 跟自己喜欢的人 在一起 知道吗 根本都没有资格 阿文貌 谁说 你没有资格去 跟自己喜欢的人 在一起 你有的是 这个资格 但是你现在 不远离这个人的话 真的不好说 你要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想改变自己 以后的生活 你 我劝你现在真的 远离他 你知道吗 今天我家里面人 都高兴了 我家里面人 已经高高兴兮的 把这些 五个W直接拿回去了 高兴了是吧 我号码高兴兴了 然后 包括我哥哥 我家里面的人 拿到 一拿到五个W之后 就 高兴兴了 现在 现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已经拿了 十个W了 那 如果这个事情 我不同意的话 要双倍去陪人家 阿富默 阿富默 你是真的 只能认命了 是吧 没办法改变了 是吧 这个事情 阿富默 现在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你说 你说 阿富默 过来接我吧 我不想嫁给这个人了 我飞飞就马上 我就能到 阿富默 你知道吗 其实有些时候呢 我想了想去 我也有时候想过 想走 有些时候 我躺着的时候 一直 你们知道吗 我这几天一直睡不着 一直 一直翻来翻去 我想过 我也想过 要走 但是阿安哥 有些时候 我想的是 不跟你一起走 我自己跑 我自己走了 就这样 不麻烦你了 但是 你们知道吗 我后妈 她肯定说的是 大厅里面 然后她说的 在大厅里面 等着 她害怕我 我跑了之后 就麻烦大了 他们都是在那里 等着 你知道吗 我说 这个事情 就让你后妈去承受 因为这个事情 是你后妈扔出来的 你后妈答应别人的 那就让你后妈 去承受这个事情 不应该 由你来承受这个事 我知道 我知道你 你这个人 很好 你知道吗 今天 今天我见到你的时候 我心情是什么样的吗 不是 你说直播间 你那里面的人 都是你的家人 那你听不听 你家人没的话吗 我知道 他直播间里面 就像我家里面的人一样 他们比我妈 比我 就是我家里面 还 比我家里面 还更好一点 他们更关系我 我也知道 我也明白 但是 但是安哥 你知道吗 之前已经到这步了 你说让我怎么改 不是 那我想再问你一句话 你还想不想去找你亲妈妈 你要是嫁给这个人的话 他能让你出门吗 安哥 我想过 我又是找到我妈妈的话 事情能 是不是能改变呀 对啊 但是你现在 整天待在家里面 不出去的话 有些人找不到亲妈了 对不对 找不到亲妈的话 这个事情就 没法去改变了 对不对 你都想到 找到亲妈的话 事情不会发生的 你是怎么想的吗 真的 阿嬷 你要是想透了 想好了 你想走了 然后 你就随时叫我 电话邮也打得透 那你亲自天 去哪里了 我就是 你的号码 都被我哥哥删除了 你是不是认为 以为 以为 我不认你这个朋友了 然后你 你把我 就是 你不联系我了 是不是 没有 我也 我也猜得到 是 你们家里面的人 把这些 联系方式 删除的 不会的 我永远认你这个朋友 而且我把你打成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知道你今天跟我说一句话 跟我说的是 你跟我说的是一句话什么吗 这样吗 当那个时候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的时候 这样吗 你们想不想提 如果你们想提的话 我说出来 说说他们说什么了 不是 就是你今天 说一句话的时候 我就是你 不要说 这句话不要说了 就就达作是 就达作是我没说过吗 好不好 你不要说了吗 安哥 那就 我想问一下 你说 你想问什么 你说 你在这里那么久了 你有没有 就是 你也比自己已经年纪 是不是 比我大一点 然后 你从 从 长大之后 你有没有喜欢会一个女孩子呀 你这个问题 必须要回答吗 对 然后你喜欢的是什么类型呀 你 这 这 这句话必须要回答 是不是 但是 有啊 怎么可能会没有对吧 怎么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没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吗 对吧 但是 喜欢的人不喜欢自己啊 或者是喜欢的人以及喜欢的人以及嫁人了呀 或者是什么什么各种原因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只能放在类型上喜欢了对不对 好 那你问到这个话题的话 我也想问一下你啊 不 你 你说 你 你也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人啊 你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吗 我有啊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 从什么 嗯 什么地方认识的 什么时候喜欢的 然后 是什么样的人呢 嗯 嗯 我喜欢的人比我优秀 我喜欢的人 我都挺好的 我不敢跟他说 我不敢跟他说 我不敢跟他说我喜欢他 因为他比我优秀了 他比我什么都好 我不配他 我不配他 不配 你死 然后 你知道吗 因为我 毕竟我 我也不像一个 别 就不像一个别的女孩子一样 正常的一个女孩子一样 所以说 我也不敢说